对于一期肺癌 术后无需辅助治疗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基点 1.17肺癌的病情相对较轻 肿瘤较小 没有发生淋巴结或远处转移 因此通过手术切除肿瘤后 大部分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不需要额外的辅助治疗 二辅助治疗如化疗放调的 虽然可以杀死残留的癌细胞 但也会对正常细胞造成一定的损伤 增加患者的痛苦和负担 对于一期肺癌患者 手术已经切除了大部分癌细胞 辅助治疗的意义不大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一期肺癌术后无需辅助治疗 但患者仍需定期复查 以监测病情变化 同时患者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吸烟、空气污染等不良因素 以降低复发风险